底下还可以加上常见的超连结 超连结的加法一定是一个A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一个HREF 其实就是这个 HREF就是它的hyperlink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给它一个网址 然后我们里面的话就是加一个名称上去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找一个网站跟猫有关系的 那比如说我想要把那个网站连结连过去 比如说我想要连到这个好了 猫的维基百科 其实猫大概是等等的 这边有一些相关猫的介绍 猫的什么呢 一些学名啊物种啊等等等等 有这么多 其实甚至也可以把这个猫的维基百科 可以拿来当一个 其实这样看网页其实在电脑上还OK 可是如果要把它做成一个手机的APP 当然相对观看会比较方便 所以如果假设我希望连结到这个网站的话 那第一个的话我可以什么 Google一下 第一个猫 它这个就是它的连结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 在哪个地方呢 在我们的这个上方 就是在图的上方加一个超连结 超连结里面的话呢 就是给一个什么 给一个那个hyperlink 特别叫hyperlink连结还记得吧 一个小于a a的话就是那个什么呢 这个超连结的开头 后面的话加href href就是它 所以一般是超连结是ahref 等于 后面的话一样两个双引号移到中间 把这个这个网址 你把它复制一下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地方上 前面这个地方贴一下 那这样的话就是 帮我连结到这边哦 然后后面的话 后面的话加一个大于的符号 然后呢 这个后面 特别注意 就打上它将来要看到超连结的名称 这个名称叫什么 猫的维基百科吧 这样子 好那这样的话呢 特别注意哦 超连结猫的维基百科 然后这边的话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小于大于 然后记得一个斜线 斜线后面的话结束什么 结束这个a a的话就是超连结 特别注意哦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前面的话一定是href的属性 超连结的连结的位置在这里 然后呢 它的内容 就是猫的维基百科 然后这边的话就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a就可以了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哦 我们就完成超连结的设定 并且把它储存一下 储存之后的话呢 那再来一样哦 把这个地方做重新整理 你会发现呢 上方就出现什么 猫的维基百科 你这个时候游标放上去 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了嘛 点击它会不会连到维基百科呢 有了 有没有 这就超连结 其实在那个网页上面的相关的东西 其实还蛮多的 包含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个是h1到h6 这个是一个图 另外的话就超连结 那除了这些之外的话 其实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关于那个HTML 你应该知道的相关讯息 那所以你上面的部分看完之后 也许啊 你可以再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叫做W3Skores 这个网站 其实我觉得做的 基本上还不错 因为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就包含的东西 该有的都有了 不过那个麦克风刚好没声音 那我们有个简单的练习作业 第一个我们要建一个一个第一个网页 然后里面有个image 那再来的话特别注意哦 以后的话 因为如果假设你放桌面 这样不好管理 所以通常会在这个两个 这个网页跟那个什么呢 跟这个图档 外面再包一个网站 所以你就在这边按右键 新增一个什么 一个资料夹 然后呢你上面给他一个名称 叫做第一个网站好了 本来名称大概就取这样好了 第一个网站 那你会想说 网站 网站实际上就是一个资料夹 你把这两个拖拉进来 OK这样的话呢 以后呢 我们如果要开启 就直接开这个了 也可以找得到 应该可以开得到 只是说如果你刚刚这个网页 就把他关掉了 那重新整理一下 应该就可以看得到 那另外的话 刚刚有同学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这个网页 这个我将来开的话 如果要在编辑怎么编辑 按右键 你可以开启档案用什么 用那个记事本来开好了 记事本刚刚按右键 选择用什么 这边有没有记事本 没有 有没有 有了 小话 记事本 OK 好 那用这个来开 那如果 第一步啦 请各位就是把 这个网站 就是再新增一个资料夹 把刚刚这两个放进来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把那个第一个网页的名称 改一下 因为一般 它的首页 就是说网站里面的首页 通常会给一个固定的名称 叫做什么呢 叫index index.html 也就是以后 只要是这个网站的首页 一定都叫这个名称 叫index.html OK 那么一样 按右键 再把它开起来 好 那刚刚的话呢 有同学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刚刚这个网页 我把它再打开一下 把它打开之后 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我刚刚是因为怎么样 因为我的那个浏览器 是这样子 所以看起来是上下 对不对 但是你一旦打开的话呢 变成左右了 所以同学就跑来问我说 老师那这地方 如何让它改成上下 其实你上下很简单 就是在什么 在你的那个超连结后面 再加一个什么 要不就是加一个 小于大于中间加一个P就可以了 P是一个段落 一个段落 如果把它把它存档的话 你再把它重新整理看看 到底哪一个 这个 没办 好 重新整理 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段落 那另外还有一个 你也可以用我刚刚讲的 你可以在这边放BR 那差别在哪里 P的话是一个 这两个之间是一个段落的距离 那如果BR的话是一行的距离 相对会比较比较小 不过我乘从一整理看一下 这好像看不太出来 因为其实可能本身都还是太近了 OK 要不就用P要不就用BR OK 这第一个 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网站 直接就再新增一个资料夹 把刚刚的东西丢进来 并且把刚刚的那个网页名称改成 叫index.html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网站的架构 以后如果你要做APP的话 也是长这样子 就是一个资料夹 里面的话 首页的名称一定要叫index.html 那外面的话会有一个image时的放图的部分 OK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如果假如 再衍生出来 就是说 刚刚我们这边有个超连结 这个连结是连到外面的 也就连到这个维基百科里面 但是如果假如我将来呢 我希望这个连结 不要连结到外部 而是要连结到刚好 我自己的网页好了 那目前当然我只有一个网页 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再增加第二个网页的话 那其实做法差不多 你可以直接干脆拿什么 拿这个网页来另存新档 另存新档 然后呢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哦 这个后面有其他的网页的话 比如说我后面还有连结到第二个网页的话 那我这边名称哦 取名称 记得一样哦 因为是网页 所以呢 它的这个副档名一定要是.htm 名称不能是index 那第二个网页也许我取名称 也许我叫 这个02好了 第二个网页 或者叫什么 page好了 前面加个phe page02 OK 也就是说呢 我今天呢 假如我又多一个page02 存档一下 OK 这个时候page02里面要放什么 其实基本价格都一样 我里面呢 希望哦 放就是把那个维基百科里面的 第一个 比如说往下 干脆这样 学名好了 假设这个网页里面名称叫学名 那我把学名这些相关资料把它复制一下好了 Ctrl C 然后你就怎么样 直接把它Ctrl V到这里 把它贴上 贴上的话 特别注意哦 这边的话呢 我是建议你干脆这边 因为是个段落了 贴上之前呢 请你一样 先给它一个段落符号 一个p 到一个结束的p 就是 它是放在这个段落里面 你把它贴上 好 不过它没有折换 格式里面好像有自动换 让它自动换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 产生一个叫page02 名称 就叫什么 学名 OK 学名这个叫page02 然后把它储存一下 好 然后问你要不要把它确定好了 OK 那一样 再另存新档 我们要page03好了 假设我这边 总共大概 我们这个网页 里面大概就是放个三页好了 类似像这样 把它储存 然后呢 这边呢 里面的资料 也许就是物种 也把物种这边 一样再把它 复制一下 等等的 反正你们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 把它放在p到p之间 然后把它贴上 好 就物种 反正就是大概两页好了 一个page2 一个page3 然后把它关掉 储存 好 所以你会发现 我这边是用这个另存 得到这两个网页 但如果我接 接下来如果说希望 在我的首页里面 刚刚首页第一个网页 这里面要增加什么 增加一个叫猫的维基百科之外 底下一个什么 学名跟物种的话 这超连结 那该怎么连结 其实这边的话 一样一到我们刚刚index.htm 开启的时候用记事本 打开 然后在猫的这个维基百科下方 再做超连结 可是连结不是连到外面 而是连到自己本身的话 前面就不用加什么http冒号了 这个http冒号指的是外部的 如果要连到自己的话 其实前面都一样 ahref把它复制 然后一样是双引号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给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的话就是这个网页 这个网页 把它整个 点击它的名称好 把它整个名称贴到哪里 贴到href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刚好它在它旁边 所以你不需要跟他讲说 在哪个资料 苏非说你有一个资料夹 指向的话 才需要 然后 后面的话 一样是一个大于符号 然后 给一个名称叫学名 是吧学名吗 OK 好 那后面的话呢 再加上一个什么 这个 a结束 然后一个p 那物种的话一样 所以把这个这一串 复制贴上 然后这边改成3 这边改成物种 好 大功告成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 基本上 就要再多增加两页 这个两页的话 是所谓的站内 这是自己网站里面的连结 叫站内连结 刚刚这个叫站外连结 连结到外部 OK最大的差别 那最后做完之后 我们来试试看 把它打开 这没有没有显示 怎么办 重新整理 有没有 学名跟物种 对 没有储存 所以 不要犯这个 OK 这也很容易发生 其实理论应该自动储存 才对 好了 把它重新整理 学名 点击 有了 出现了 Page02 然后再来就物种 物种 好有没有 连结到了 大概类似像这样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今天的练习 请各位练习 就是 几个 重点 第一个的话呢 请各位就自行增加一个 资料夹 里面一定是放 刚刚第1个网页 然后旁边放图 再 把它 另存 多两个 网页 那当然你不一定要做猫啦 你做狗啦 做什么都可以啦 反正其他的 可能相关的 不一定要照 一模一样 反正我只希望看到几个东西 第1个 网站里面会有index HTML 第2的话呢 里面要有超连结 有对外的连结 然后呢 有对内的连结 至少两个 你要多做也没关系 然后呢 一定要有一个照片 一个图片 然后底下的话呢 这练习就是说 H1 到H6 大概是这样而已 最后的话呢 你就把 这个网站 记得 角角的时候呢 就是第1个网站按右键 把它压缩成 ZIP 应该压缩会吧 压缩成 一个ZIP 不要7z 7z 就是ZIP 然后把它按确定 角角的话就角角 这个档案 就 大功告成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请各位 试试看吧 刚刚 多做几个动作 再重点回顾 第1个是 资料夹 把这两个东西 放进来 这个根名 再增加两个 HTML 然后这两个HTML 可以在这边被连结 大概这样的结构了 当然 待会 我也会把它照相一下 怕同学一下子太多 记不起来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今天的作业 就是第1个网站 网站里面的话呢 就是放 至少三个网站 当然如果你要多做 没关系 反正你就多做 甚至你要把维基百科里面 所有连结通通都做完也没关系 OK 再来的话 里面因为我目前还没有做很漂亮的格式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里面的格式包含字放大 或者换给颜色的话 其实 我给各位的那个连结上面还有延伸性的部分 你也可以找找看 有没有办法把那个颜色变更 或者是说那个字的大小变更 其实上面都有 你也可以用查的 试试看 当然 未来 当然我们在写那个网页 如果 直接用记事本来写 可不可以 只是说记事本的缺点 就是变成说你所有东西 标签名称要自己都知道 那自己要知道其实还蛮辛苦的 所以 之后我们会用一些工具像那个Dreamweaver的 这个编辑器 他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不用 记那么多标签名称 他会自己帮你完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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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